古时候的驸马们有多窝囊 就像公主的一条狗 婚前还要和宫女使婚 自由和尊严是丝毫没有 还不如娶个门当户对的女子 既然这样 为何仍有很多人想成为驸马 要娶到公主 需要具备哪些条件 今天牧鱼军带大家走进古代 看看驸马们的婚后生活 在很多人看来 能成为驸马的男子 走了八辈子好运 不仅娶了貌美如花的公主 成了皇帝的女婿 便是皇亲国戚了 权力和势力轻而易举就能得到 这样的好事 很多人都会心动吧 但这只是别人眼中的驸马 其实历史上那些真实的他们 娶完皇帝的女儿后 过得并不怎么如意 甚至后悔成为了皇帝的女婿 有些呢还丢掉了性命 这么看来 成为驸马还是运气好吗 驸马这个称呼的由来 就极其随便 这个称呼呢 最早出现在秦朝 当时秦始皇位高权重 也得罪了不少人 他出行的时候 总觉得不安全 总怕有人刺杀他 所以 每次出行的时候 他乘坐的马车前后 都会各安排一辆车 这两辆车呢 叫做副车 主要用来迷惑 不怀好心之人 秦始皇也因为这个办法 躲过了很多次暗杀 由于这个法子很有效 所以后世皇帝也使用 驸马一姿便出现了 他们的存在是管理皇帝出行时的马车 到了楚汉争霸时期 刘邦为防止项羽的暗害 他出门乘坐的马车很是特别 都有三个座位 前两个座位坐的是正马和驸马 而刘邦坐在最后面 就是这个法子 在项羽追杀他时 刘邦得以成功逃脱 驾马的正马被建设中 就在这个危机时刻 驸马和刘邦换衣 让他逃过一劫 这个驸马立下大功 刘邦为了感谢他 所以有了驸马都尉一职 后来呢 刘邦还将自己的亲闺女 嫁给了这个人 身份不一样了 驸马这个称呼因为不大好听 所以改为了驸马都尉 再后来 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 只有担任过驸马都尉的男子 才有资格娶公主 渐渐的 没了驸马都尉一职 公主的丈夫 被简称为驸马 因为驸马一开始 就是为皇帝随时牺牲的人 地位和身份不高 所以啊 没什么人正眼看 公主身份高贵 而驸马们大多是平民出身 就算之后的驸马 是官家贵族的公子 但是比起皇帝的女儿 还是低人一等 所以 公主嫁人都是下嫁 挑选驸马自然也有很高的要求 要成为驸马 都有哪些要求呢 首先 男子要在十五六岁 因为古代女子出嫁的年纪 也就十四五岁 公主也不例外 所以驸马有年龄规定 公主总不能嫁个中年男子吧 其次男子的长相有很高的要求 身为驸马 皇宫很多重要场合是要参加的 长相不堪的人怎行 再说了 要是长得丑 公主也不会嫁 然后是身体要足够好 毕竟要为子嗣考虑 男子的出身要好 也就是家中要富裕 公主虽然有嫁妆 但公主的生活品质也高 嫁妆总有花光的一天 驸马家中要有足够的实力 给公主高品质生活 在皇宫养尊处优的公主 总不能嫁过去吃苦 最后 男子心里要有足够的承受力 要是遇到脾气好的公主 也许日子还能好过些 要是遇到刁蛮公主 那随时都有可能被折磨 所以 要有足够的抗压能力 要是这些条件都满足 那就有资格竞争驸马之位 最后 被公主挑中的驸马 还有婚前最后一项测试 这项测试 是看有没有生病史 这是为公主日后的幸福考虑 古人结婚都是被安排的 成亲之前 可能连什么样都没见过 互相的性格和身体素质 那都是身边人去了解的 如果没有了解清楚 将来是会吃大亏的 大明的永宁公主 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 她选定的驸马 家中条件非常好 驸马脾气也好 长相也不错 可惜她的身体素质被太监瞒报 皇家人没查清楚 男子其实常年费劳 成婚当晚就吐了永宁公主 一连血 不久后便去世了 害得公主守了二十多年活寡 最后永宁公主是郁郁而终的 所以为了公主婚后的幸福 皇室的人会派专门的人了解 驸马的身体情况 这招就比较不人道了 为此还会牺牲一些女子 这些女子就是皇宫专门养的 试婚宫女 他们为皇家子女的婚姻牺牲 试婚宫女还不止一种 根据时间的发展分为两种 最开始 试婚宫女是为皇子准备的 他们要做的就是 在成婚前帮助皇子熟悉房市 以免成婚后尴尬 最早使用试婚宫女的 应该是西晋的司马忠 他天生吃上 在男女知识这方面 更是一窍不通 但他是太子 有传宗接代的任务 所以皇帝司马炎很着急 于是安排专门的宫女 照顾司马忠的起居 顺便教他男女知识 司马忠的试婚宫女 名叫谢九 长相好看 还聪明伶俐 成为司马忠的试婚宫女后 竟然意外怀孕了 还生下了皇子 后来被封为太子 试婚宫女逆袭 从小宫女变成了皇妃 这是运气好的试婚宫女 运气不好的试婚宫女 都是什么下场 没能怀孕的是很难有名分的 大多数都是皇子成婚后 老死在宫中 他们出宫后也不好再嫁人 但谢九的结局不好 因为后来的太子妃贾南风 是个极度心极强的女人 谢九和她的儿子 最后都被贾南风害死了 这是为皇子试婚宫女 后来出现了为公主 试婚的宫女 她们的存在 就是为了保证 公主的婚姻幸福 在公主出嫁前 会派试婚宫女 去驸马府中试婚 为了名字好听 后来还给她们 改名为试婚格格 宫女试婚后 需要十分详细地 交代驸马的身体状况 之后会有人告诉宫中 试婚宫女 不仅要了解驸马的身体 还要了解驸马的人品 等一切都了解清楚了 才敢将公主嫁过去 但试婚宫女这一关 驸马们也不必太过担心 因为这些宫女都是些处女 根本分析不出些什么 等公主正式嫁过去后 试婚宫女一般会当作公主的陪嫁 有的呢 留在身边当侍女 也有可能成为驸马的侍妾 反正用途是公主说了算 遇到脾气好的 试婚宫女日子还能过 遇到刁蛮的 不被打死都是好的 成了公主的陪嫁 还不如在皇宫做宫女 实在是没什么地位可言 还有一种情况 要是在试婚过程中 驸马不合格 公主没嫁成 那试婚宫女们就惨了 她们已经不清白了 出去也不好嫁人 皇宫也不会再要 只能留在驸马家 驸马人善良倒是不错 但她们一般都会心生怨气 因为没娶成公主 都是因为试婚宫女 公主身份尊贵 牺牲几个宫女又如何 虽然公主是下嫁 但她的地位在那儿 驸马和婆家都要静着 虽然是夫妻关系 但还是君臣为上 相当于公主是君 驸马是臣 有多变态呢 两人成婚后 这驸马是要早中晚问安的 虽然是儿媳 但驸马的父母 都要向公主行礼 向磕头左翼 都是常有的事 这样做是表示 对皇家的尊重 驸马做什么事 都要讲究规矩 不能和公主同桌吃饭 如果非要在一起吃饭 那公主坐着 驸马就得站着 有时还要干伺候的活 这跟公主身边的狗 有什么区别 然后就是男女之事 这方面驸马也做不了主 要听公主身边的默默安排 管这叫侍寝 侍寝的时间长短 都是有规定的 而且还有人在屋外守着 到了清朝 还有一个规定 驸马不能和公主同房 如果需要 要等公主宣兆 驸马婚后的生活 真是一点自由都没有 有的要是敢在外面 拈花惹草 公主直接处死即可 所以 古代驸马都不偿命 这样的生活 还不如娶个平常女子 但皇家威严 被指婚的男子 没有得选 但也有少数驸马 能遇到贤良的公主 可还是避免不了皇家的条条框框